美国总统大选史上最激烈的一次 谁能够入主白宫 是川普还是贺锦丽 台湾时间11月6号早上8点 也是美国纽约时间11月5号晚上8点 小军超文plus独步领先所有自媒体 破天荒 台湾美国两地12个小时马拉松 开票连选直击 我即将在美国华盛顿DC为你现场直击 包括了跟学者专家有 苏思瑞 皮特 桑普 石板明夫 吴嘉龙 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的前处长斯图文 以及赵怡祥 包括连线到美国西部 因为民进党中央党部的执行长王毅川代表民进党 要参访好好观察这一次美国总统大选 我们即将也要跟他进行连线 要共同见证这一场大选的结果 因为这个结果将攸关美中台三方的权力洗牌 千万不要错过 11月6号台北时间早上8点锁定 小军Town Press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来到天亮十分之政论天下 我是张天亮 今天是2024年11月1号 咱们今天聊三个话题 第一个话题是前不久有传闻说 朱镕基在10月20号的时候已经病逝 但是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官网 在10月31号的消息显示说 在10月25号这一天 清华大学金管学院的顾问委员会 2024年会议在清华金管学院举行 这个顾问委员会非常有来头 咱们一会会说一说他的成员的构成 那么在这次顾问委员会的年会中 朱镕基委托清华大学校长李陆明转达他对顾问委员和特邀专家的问候 然后说前国家副主席王岐山已经接替了朱镕基 担任了精管学院顾问委员会的名誉主席 并且宴请了与会者 这个除了表明朱镕基安好之外 还透露出一个重要的信号 那就是王岐山出来活动 政治老人被习近平进一步的松绑 我们一会会就这个问题深入的展开分析 第二个话题是川普起诉了哥伦比亚广播公司 就是CBS 理由是他们对贺锦丽的采访进行了简介 这种简介不仅扭曲了贺锦丽的原意 就当时贺锦丽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表达的那个原意 而且对贺锦丽进行了大大的美化 这个等于是通过媒体来干涉选举 我觉得川普未必是抱着一种要赢得官司的角度 去发起诉讼 这个背后确实有他的算计 现在关于大选的结果风向又突变 那么这两天在博彩的网站上 前两天在博彩网站上 川普的胜选优势是非常的明显 至少认为川普会赢的人 远远多于认为贺锦丽会赢的人 但是今天认为川普会赢的人 下跌了 而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股票是Trump Media Technology Group 就是川普媒体和技术集团 它的股票价格暴跌 从前两天最高价格接近55美元 54美元 现在暴跌到了30美元 几乎是腰斩 具体的原因现在还不清楚 但是很多地方传出的消息 让人对选举诚信问题 感到非常的担忧 另外美国之音有一篇报道 美国之音的报道里面说 美国密西根州当局在星期三就是10月30号的时候宣布指控一名非美国公民在2024年大选中非法登记为选民并且投下选票 当地的媒体叫底特律新闻的叫Detroit News 报道说这个人是密西根大学的中国留学生 我非常关注这个案子 因为实际上大家一直是担心非法移民投票的问题 因为现在美国的非法移民实在是太多了 这个在贺锦丽川普这个当政期间的跨越边境到达美国 非法进入美国的这个人 这个达几百万之多 甚至可能超过了1000万 那么这些人他们如果真的能够非法投票的话 对于美国的大选这个影响是非常非常巨大的 所以就是非美国公民投票这个事情是大家一直在关注的事情 但是民主党一直拒绝对这种非公民投票进行任何 比如说事先的防范或者是法律的制裁 那么这个密西根大学的中国留学生 等于他以亲自的这个投票行动来证明说 美国人的这种选举制度这个诚信系统啊 有了很大的问题啊 所以呢 我特别关注这个案子是因为他直接告诉大家 密西根州的这种对非法移民的这种投票完全是没有防范的 我一会呢会说一下我自己对这个事情的看法 我觉得我的看法可能是跟主流的媒体非常的不一样 咱们现在呢先说朱镕基露面这个事啊 我们一周多以前啊 引述这个网上不同的消息来源说 朱镕基在10月20号的时候已经病逝 朱镕基身体不好啊 这个事情已经很久了啊 近年来朱镕基其实很少公开露面 包括缺席2021年中共成立百年的活动 然后呢缺席了20大的开幕式 朱镕基最后一次露面是在2020年10月份 当时网上传说的是他穿着睡衣 然后呢在一家医院度过92岁生日 那现在朱镕基都已经96岁了嘛 所以朱镕基呢如果离世并不令人意外 但是呢当时传朱镕基世事这个消息啊 有一个疑点啊 就是说中共还不知道如何评价朱镕基 所以没有对外宣布死讯 就这一点让我觉得这个消息 整个都看起来不太可信啊 因为像朱镕基这样级别的领导 可能早就准备好了复告 甚至纪录片都已经准备好了 只要是这个人不把管啊 他的生命是可以延续很长时间的 所以呢就是朱镕基 肯定是在病床上躺了很久了 只要不把管 就可以认为他一直是活着的嘛 当时我觉得没有公布朱镕基死讯的可能是因为习近平正在喀山参加金砖峰会 还没有回到北京 所以不能把管 但是呢就是说不知道如何评价朱镕基 这个我觉得绝对不是隐瞒朱镕基死讯的理由 所以我当时说如果如果朱镕基真的走的话 咱们再做专题的评价啊 那么现在呢久未露面的朱镕基突然发生了 呃显示呢朱镕基现在这个头脑还清醒啊身体还健康 不久之前呢还有一个网络黑料呢是针对王岐山的 这是香港一个叫做合同社啊 这样的一个媒体在10月12号的时候爆料 说王岐山的在10月7号的晚上在北京故宫的东门外住宅被软禁 当时这个爆料在最大传媒很厉害 但这个爆料我是连提都没提 因为他太假了根本不可能 习近平在抓了朱镕康之后不会有勇气再抓第二个常委 特别是王岐山毕竟在十八大之后 王岐山为习近平巩固权力立下了他马功劳 习近平无论如何得给王岐山一个面子啊 目前中共官方消息说呢王岐山已经接替了朱镕基 担任清华精管学院顾问委员会的名誉主席 也就是说呢王岐山接替了朱镕基的班 这段时间呢这个习近平呢确实是在大力的整肃金融界 金融系统的高官被查的人逐年上升 落马的包括王岐山的旧部 也是央行的前副行长范一飞 还有海航的前董事长陈锋 这也是这个王岐山的大秘 然后还有王岐山以前的大秘 招商银行的前行长田辉宇 但是呢这些人落马并不能说明 王岐山或者朱镕基真的出了问题啊 因为朱镕基和王岐山一直在经营界金融界经营了很多年 相当于门生顾立遍及各个金融机构啊 所以说他的部下或者是学生落马 只要整肃金融界 这些人肯定跟朱镕基或者是跟王岐山是有关系的 所以这些人落马并不能说明朱镕基 或者王岐山本人出了问题啊 这个说起来啊 王岐山退休已经很久了啊 他从这个二十大之后就连国家副主席都不当了 彻底复闲了 但是呢这一次还是让王岐山发挥余热 到了清华金管学院 清华金管学院呢是一个非常特别的机构 他是1984年的时候创立的 当时这朱镕基呢担任的是国家经委常务副主任 他就以国家经委常务副主任的身份 出任了清华金管学院的第一任院长 但是呢他当了很久啊 他从1984年一直当到2001年 到1998年的时候朱镕基已经成为政府总理了 但是他仍然兼任着金管学院的院长啊 这就使得金管学院变得非常非常的 不同寻常 因为大家知道这个金管学院啊 实际上在我们呃美国来说的话 相对应的可能就相当于哈佛商学院啊 或者是什么地方 这种地方其实他教你什么并不是最重要的 关键的问题是你在这个地方能够认识到的人啊 那都是跨国的那个大公司啊 这个最大的那些公司的呃老板啊 你在这里面能够碰到啊 包括这个中共的高官都能够碰到 所以这样的话 其实这是一个积累人脉的地方 所以呢这个因为朱镕基曾经当总理的时候 还兼任金管学院 所以呢他所能够联络到的金管学院的顾问委员会里面的人都是名流啊 比如说现在在这个金管学院顾问委员会里面有四个美国人啊 都是大名鼎鼎 一个是苹果公司的现任执行长Tim Cook 一个呢是第74任美国财政部部长鲍尔森 然后第3个人呢是戴尔公司的创始人及董事会主席啊 这个Michael Dell 就是这个这个戴尔公司的创始人 第4个人是摩根大通董事长兼首席执行长这个Jamie Damon 所以你可以看到就是都是这种人进入金管学院 所以清华金管学院 他可能比哈佛商学院之类的这种地方更加的我们叫prestigious啊 就是说他更有特权 绝对是精英的精英的精英才能够在这个地方混 然后他们互相之间可以在一起呃就是做很多的项目啊 就是有很多的联络相当于像他们的一个俱乐部一样 所以呢每次金管学院顾问委员会在开会的时候 中共这边出面祝贺和接待与会人员的人规格都是相当高的 你想美国财政部长啊 什么摩根大通董事长 那来了之后的话 中国人什么什么人才会见他们 通常都得是国家副主席这个级别的人啊 才能够出面去见他们 2023年年会的时候 就是当时的中共国家副主席韩正出面会见与会的代表 2022年是王岐山啊 当时他也是国家副主席 他是以视频的方式会见代表 呃 关于王岐山接着朱镕基班这个事啊 大家所以大家不要紧紧把金管学院理解成为一个 就是一个一个教育机构啊 他其实他是一个最有钱最有影响力的金融界的这些人 他们的一个俱乐部 所以能够让王岐山到这去当呃院长啊 当这个委员会的这个主席 其实呢还是呃说明王岐山在这个领域的影响力啊 还是相当大的啊 至少我觉得这个领域 他是跟很多外国的大企业大老板之间直接有联系啊 甚至比如说是各国的财政部长直接有联系 所以王岐山呢呃 这次出面还传递了一个信号呢 就是说他不但没有事啊 而且他还能够继续发挥余热 他借着金管学院呢 可以跟欧美的大企业家去打交道 咱们讲就是说 这个新闻哈 就是清华金管学院这个新闻 其实是三重消息啊 第一个是朱镕基还活着 而且头脑还清醒 第二就是王岐山继续发挥余热啊 可以继续跟这些大老板们 呃或者是这个政要去打交道 第三条呢 第三个型号其实也是最重要的啊 那就是最近一段时间 元老路面是比较多的啊 从温家宝到李锐环到朱镕基到王岐山 这个呢显示出习近平对于元老的监视和管制是有所松动的 这里边我觉得一个比较重要的原因 原因呢 就是中国的经济太糟糕了 习近平如果继续亲自部署 亲自指挥的话 已经指挥不下去了 他需要一些人跟他一起来背这个锅 既然让别人跟他一起背锅嘛 当然也就要让渡一部分的权力 目前呢 这个中共正在焦急的等待着美国大选的结果 制定相应的政策 就是贺锦丽如果上台 或者川普上台呢 那中共的政策不一样 他自己经济的力度也会不一样 根据华尔街日报的消息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2次会议 将在10月4号到8号的时候举行 就是从下个礼拜一到下个礼拜六啊 就是在这段时间举行 市场上会把这次会议啊 到下个礼拜到下个礼拜五啊 市场会把这个会议呢 视为宣布更多刺激措施 以提振经济的关键窗口 本来呢 应该是政治局会议 就是在10月底的这次政治局会议呢 就刺激经济来做出一个决定 然后呢 再交给人大批准 但是呢 这个中共这一次政治局开会的时候 就没有提这个事儿 就没有提这个刺激措施 到底这个力度有多大 关键就在于说 他们在等待11月5号的美国大选 估计美国大选11月5号 这个投完票之后 如果当天不出结果的话 第二天可能也会出结果啊 基本上就是 不会拖的太久啊 除非一个情况就是宾州 如果宾州能够定的话 其实大选的结果基本上也就定了 关于大选事 咱们一会儿再说啊 那这一次呢 就是中共在等待着美国大选的结果 但是呢 就是我预计啊 这一次10月4号到 11月4号到10月8号 就这一次人大常委会的会议呢 刺激经济的力度不会太小 前两天呢 我们曾经提到过一个定量分析 就是说习近平的恐慌心态 或者说是分析 中共政府要出台刺激政策可能性的那么一个指数 这不是定性的啊 不是特别可能啊 非常可能 可能性很大 不是这样 它是定量的 它是有一个数据的 这个数据呢 其实它的计算是摩根斯坦利公司提出来的 大家知道这个摩根大通跟摩根斯坦利 一个是小摩 一个是大摩嘛 这都是非常著名的投资公司了 这个大摩呢 就提出 对于中国的这个社会问题 它通过一些这个 比如说包括失业率 包括一些其他别的东西 综合衡量啊就是衡量出一个指数来 那这个指数呢 达到一定低点的时候 中共可能就会孤注一致的放大招了 这个指数跌到低点的时候 实际上是只有两次 一次是2015年 就中国股灾的时候 还有一次是 2021年 就是当时这个中国开始 2022年吧 中国经济开始风控啊 然后就是马上就要不行了 2022年2022年的冬天 20大之后 跌到那个份上的时候的话 习近平他就会 不惜一切代价放大招了 因为这两次都是在习近平当政期间嘛 那现在呢 这个指数又滑到了这个点啊 所以习近平很有可能会放大招了 那就是这一次 11月初的这一次 人大常委会就有可能会 把这个刺激的力度呢 就报告出来啊 我估计啊 这我估计啊 大家可以做这边bookmark一下啊 我估计的话 大概是10万亿的规模 很有可能是10万亿的规模 如果是真的是出现这种规模的刺激呢 中国的股市会涨啊 然后呢 这个中国人民币会贬值 因为他肯定会放水嘛 然后呢 这个欧美的股市可能也会涨啊 因为这个中国人如果真的是 在刺激之下增加了消费呢 那对于欧美这边 这个等于市场份额就 就是就购买力增加了啊 所以这个欧美的这个股市呢 也可能会跟涨 这个事情是我的自己的一个个人意见 不作为您的投资的参考啊 我只是预测有可能会出现这么一个结果 反正不管怎么样 大概还有一个礼拜 我们就会看到结果了 咱们就等着看啊 如果大家觉得我的分析还比较靠谱的话 请大家点赞鼓励一下啊 咱们这个视频下方有这个大家sum up 点赞一下啊 如果你还没有订阅和打开小铃铛的话 也请您一键三连来支持一下 接下来的话 我们想谈一谈大选的这个事啊 在说这个事之前 我们跟大家说个事啊 就是我这个竞权会员网呢 呃 现在昨天的时候 推出了大明王朝的第21集啊 就是叫做龙场悟道 呃 讲的是王阳明的事儿 呃 王阳明我其实对这个人非常的感兴趣啊 因为他是中国历史上实在是一个非常非常传奇的人物 他是讲青少年时期王阳明当时因为得罪了宦官刘锦 被贬到贵州的一个叫龙场的地方啊 一个驿站当驿城 呃 世上称啊 儒家有两个半圣人啊 那半个圣人是清代的曾国藩啊 还有两个圣人 当然一个是孔子啊 还有一个又是王阳明 而孟子的话只是亚圣啊 所以孟子其实比王阳明感觉还要低一点 王阳明不光是学问非常好啊 他的书法啊 他的呃 这个兵法啊 他的武功 呃 他这个哲学思想 他几乎每一方面的话 他都是呃 非常出类拔萃的啊 像他这种全能的人啊 呃 人家称他做全能大陆啊 几乎什么方面都好啊 都是顶尖 像他这样的人其实是非常非常少见的 所以感兴趣的朋友的话可以看一下我们这个呃 在庆权会员网上的公发布的这个整个这一套讲史系列啊 大明王朝 我们现在是放到了第21集 呃 这里边除了大明王朝之外 还有很多我做的文化系列产品 中华文明史啊 然后整个孝兰风云一个讲史系列 从呃 先秦时期一直讲到大明 就24史基本上全部概括 然后呢 我还做了一部秦汉史呃 上下 其实这个秦汉史这套书啊 主要讲的是呃 周秦之变和全球化的一个对比 因为这个秦汉史主要不是讲史实 它是讲史论啊 就是说 现在我们所经历的全球化 就是特别是从欧洲人启蒙时代之后 走到今天 其实现在西方还在探索 什么样的制度经济政治比较适合呃 这样的一个社会的发展 甚至中间还经过两次世界大战 整个这一大套东西跟周秦之际的很多探索是非常相像的 中国的周秦之际探索前后持续了700年 欧洲从启蒙运动开始 191453年就是呃 军事坦丁堡沦陷之后 开始这个欧洲向人本主义过渡 然后走入启蒙时代 到现在的话 大概500年 跟当时中国周秦之变那个探索过程是特别特别的像 中国人经常讲叫做建古之金嘛 就是通过以前发生的事情 大概可以推测到我们未来 呃会发生什么啊 或者至少能够对我们现在正在经历的事情 有一些启示 所以这个秦汉史呢 我们在呃就是竞权会网上推出来以后呢 呃我们已经把这个视频做完了 现在我想把它整理成书啊 那可能会更呃书面语言一些 然后呢也更呃可以加一些很多更深刻的一些思考的内容 那我们现在这个整理电子书呢 是我们有一个募捐的计划啊 就是在天亮联盟啊 就是我建立的这样一个非盈利机构啊 估计呢 整理电子书大概是需要四万美元 捐款的朋友 如果您捐比如说200美元 250美元的话呢 我就可以送您免费的电子书啊 就一旦整理成了之后就免费的送给您 这个捐款呢 是完全免税的啊 这里边有各种途径的捐款了 包括支票啊 电汇啊 加密币或者是paypal啊 wise等等啊 就是各种各样的捐款方式 呃就是三块钱五块钱 咱也不嫌少啊 这个多了的话呢 当然我们把这个文化产品做完了以后呢 呃如果真的有多余的钱 我们再滚动到飞天大学 或者是神医艺术团啊 去支持他们呃继续呃的这个这个运营 呃所以我们这是免税的啊 就大家捐款之后这部分钱是可以免税的 OK接下来咱们现在回过头来说一下美国的大选 这个在福克斯新闻上 有一个独家的报道啊 是当然这他报完了之后别人就转载了 就是讲说前总统川普呢 起诉了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 要求赔偿100亿美元 说这个电视台CBS电视台啊 在采访呃 副总统卡曼拉哈里斯的时候采取的欺骗行动 以干涉选举呃福克斯新闻这个电视台呢 独家获得了这个起诉的文件 川普的律师说呢 投诉是因为哥伦比亚广播公司通过恶意 欺骗和大量的新闻扭曲来干涉选举和选民 其党派性啊 就partisan和非法行动 旨在混淆欺骗和误导公众 川普律师呢 还说这些编辑呢 是为了在川普总统 现在他这个大选整个这个campaign啊 就是竞选快要结束的时候 试图让天平偏向民主党 呃这个事情的背景 跟大家简单的说一下啊 就CBS呢呃 采访了一下那个Bill啊 采访了一下卡玛拉哈里斯 呃60分钟采访 大家顾名思义CBS60分钟的话 那就是60分钟的采访 最后只简洁出来十几分钟 因为里面有大量的这种垃圾信息 也就是说呃 当时贺锦丽在被问到各种各样的问题的时候 几乎一开始都是张口结舌不知所云 而且他在讲很多话 电来倒去 他可以说了很多很多很长很长的话 但是其中你没有找到任何信息量 就他讲那个话里面叫word salad 就是呃 那半来半去呃反复反复说啊 比如说我们美国人都是有梦想的啊 如果我们连梦想都没有的话 我们就不是美国人啊 美国人从来都会这个有很大的梦啊 dream big啊 然后他们的梦想的话都是会实现 你听我刚才讲这四句话 我不知道大家得到了什么信息啊 其实没有任何具体的信息 然后你就是贺锦丽经常是在 询问到他的政策的时候的话 也拒绝回答政策 就是到底你想采取什么样的措施 为什么你现在的政策跟你现在当副总统时期执行的政策会完全不一样 等等就类似于这样的问题吧 那贺锦丽呢 在回答的时候 因为有太多太多这样的话 所以CBS呢就把这种话全都给剪掉了 可是你这么一剪掉之后 他甚至可能把他回答别的问题的话 移花揭幕到这个问题的答案上 他问了A 然后他答了一堆东西 然后问了B 答了一堆东西 发现这句话可以回答A 就把那句话就拿下来 放到这个地方来 这样的一种移花揭幕的政策 让大家完全不知道贺锦丽 他到底的反应是怎么样的 其实贺锦丽当选的话 我最担心一个什么问题呢 就是他和那些国际上的那些 比如说普京也好 或者习近平见面也好 或者包括欧洲那些是马克龙啊 像这个英国的首相 或者是什么意大利的总理 梅洛尼见面的时候 你跟他们根本就不是一个思考级别 就是当人家问你一些事的时候的话 你怎么去阐述美国的国策 怎么去分析利弊 当别人提出他们的建议的时候的话 你能够知道他们讲的 到底是对的还是错的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关键的问题 就是你选美国总统 当然是美国最高的行政机构的 这个相当于CEO 就是首席执行官 但是同时你也是三军总司令啊 你能够指挥军队吗 就是你的你的头脑足够清醒到 去指挥军队 去做什么做什么吗 所以这个事情其实是我当时非常 我当时我作为一个美国公民来说的话 我当然很担心就是我们的总统 在国际上到底能不能够去 撼土这些事啊 去处理这些事情 那现在呢 这个川普他对于贺锦丽的起诉 其实我觉得川普并没有打算真的赢他 川普只是想通过这样一种方式呢 去告诉大家 美国的媒体有多么的不可信 然后实际上贺锦丽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实际上美国的媒体对于川普的话的扭曲啊 包括对于这个贺锦丽话的扭曲 已经达到了令人吃惊甚至是违法的程度 举个例子来说哈 大家知道美国总统他说了什么话 做了什么事情 其实是要记录的 这是有专门的法案 叫做Presidential Records Act 我记得当时川普在当总统的时候 就有一个就是决议嘛 就是因为川普当时 因为总统通常来说是签署文件 发表一些书面的讲话 或者比如说发表一些记性的讲话 这些内容的话 都要放到档案馆里面 作为总统执政时期的记录 那当然当时川普就发推嘛 川普不断的发推特 那发推特的话怎么办 后来他们决定说 把川普的所有的推特 也要作为总统记录 因为这是他执政时期 真正发生的事情 那么也就是说呢 总统说了什么就是什么 这应该是实录 就跟中国古代皇帝身边的人 要就是给皇帝记实录啊 比如说这个 明神宗万历皇帝的实录啊 神宗皇帝实录啊 比如说圣祖实录啊 就是康熙皇帝的实录等等 这就是实录 实际发生什么就记什么 结果呢 拜登前段时间 骂川普的支持者是垃圾 那这个话按照 总统记录法案 是应该把它记下来了 因为拜登总统说啊 川普的支持者是垃圾 但是呢 结果他们在记录的时候 把拜登的话给改了 就把这个话给删了 这你就违法了 你知道吧 那等于是没有忠实的记录 总统的言行吗 这一切的话 他都是为了干涉选举结果 本来呢 选举形势对于川普 是相当有利的 因为很多温和的民主党人 他们都在向川普靠拢 比如说像马斯克这种人 他就是一个温和的民主党人 他说他从来没有热衷过政治 但是现在他已经被贴上了 极有意义的标签 马斯克说 我曾经是温和派的民主党人 我支持过奥巴马 还排了六个小时的队 就为了跟马斯克握 就是为了跟奥巴马握一下手 然后呢 他说 我认为我们现在处在关键时刻 温和派是应该支持川普的 所以就是说 温和派的民主党人 现在也在大量的向 这个川普这边靠拢 当然马斯克还说 说这个贺锦丽的政府 将会更加极左 因为贺锦丽的父亲 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 说在这种环境中耳濡目染 然后说如果他要当选的话 美国就完蛋了 什么之类的 那川普现在呢 他等于是 由于温和民主党人 中间派向川普的靠拢 就使得川普的竞选事都非常好 那在这种情况下 当然我觉得左派媒体 他们就比较紧张啊 那么不惜去扭曲贺锦丽的话 把他这个话给doctor啊 就是进行了编辑啊 然后呢 就把他进行一定程度的美化 但是我觉得左派媒体 现在是用力过猛啊 用力过猛的话 他们是会伤到自己的 因为其实左派媒体 目前支持谁 已经不重要了 大家前两天看过那个贝索斯 就是华盛顿邮报的owner啊 就是也是 Amazon的创始人贝索斯 他不是写了一封信吗 这封信里面说 说我们其实支持谁不重要 我们根本就左右不了大选结果 因为真正看他们 华盛顿邮报的人 长期看华盛顿邮报的人的话 都是左派 他本来就支持 你在indorse他的话 其实并不能解决问题 他们只是在自己的回音币里面 他们互相之间去reinforce 或者是说加强他们的这种看法 但是其实对于温和派 对于保守派 他们的很多讲的内容的话 是没有用的 现在对美国媒体的信任度 跌到30% 也就是70%的人 根本就不相信他们 那70%是什么人呢 就是中间派和保守主义者 所以呢 就是说整个大选的形势 对川普是确实是非常有利 但是 但是我必须说要一个big butt 一个但是 选举诚信问题是真的令人忧心 最近看到很多相关的这种消息 比如说在加州的投票机上 如果你要选总统的话 你会发现川普的名字 没有出现在第一页 最上面的是卡玛拉·哈里斯 然后的话呢 是Robert Kennedy 其实RFK他都已经现在不竞选了 还放在这儿 再往下是这个什么其他别的党 绿党或者什么其他别的党的候选人 你要想挑川普的话 你都得按到下一页才能够看到他 你不觉得这个实在是太露骨了吗 你好歹你哪怕真的是支持卡玛拉·哈里斯的话 你也得把川普放在第二个呀 对吧 第二个应该就能够看到川普 能把那些小的党牌 甚至退出竞选的人放在第二个了 是吧 非常奇怪的事情 然后呢 还有就是说在这个大选 还没有进行的时候 竟然这个大家可以看到哈 这个ABC呢 就是美国广播公司 American Broadcast Company 他们竟然公布了宾州的选举的结果 还说贺锦丽以53%对47%轻松获胜 大家看到吗 还有这个这个开出的这个具体的票的数量 还有百分之百的唱票率 大家就奇怪 大选还没有投票完成 还没有开始数票 你ABC是怎么知道这个票的数量 你是不是准备到那时候就登就公布这个数字是吧 那事后ABC澄清说这是大选前的测试工作啊 说这个数据是错的 那你测试的时候 为什么不给川普更多的票呢 对吧 那显然你就是bias的 对吧 你就是带有偏见吗 而且你这数据是哪来的 对吧 为什么你错的时候总是贺锦丽赢啊 这也是一个大家非常关心的问题 然后呢 还有一个是就是肯塔基 大家可以看到肯塔基的投票上 他是这个触触摸屏啊 选川普的大家看到这个人用指头点点点 就是点不到川普 怎么点都点不上 结果突然之间这个投票机自动给他选了贺锦丽 还有我们还看到就是一些人 他在投完票之后 他明明选的是川普 但是票打出来 看那个打出来的那个票上 显示他选择选的是贺锦丽 就类似这样的事情 就让美国人对大选的诚信问题感到非常非常的担忧 那如果我们不能够相信大选诚信的就是integrity的话 那这个在大选之后的话才会可能会引发这种社会的矛盾 因为本来美国人的话是如果你这个选举是真的公平啊 或者是说真的是完整的 真的是准确的 那愿赌服输或者是我们服从规则啊 那我们输了就是输了 但是如果大家对你的诚信有怀疑的时候 这就是变成了一个社会 就有可能会引发这种社会的冲突 所以我觉得不管怎么样 在还有四天就投票了 所以我觉得各个方面啊 就是不管是你是跑竞选的 还是监票员 还是各个地方的州务卿 各个地方的这个相关的选举的负责人 一定要把这个选举的诚信的问题做好 否则的话 大家对这个选举结果就没有信心了吗 那这两天的话就出现了一个事 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说密西根对一名非法投票的 非美国公民提出了刑事指控 按照美国的选举法 非公民是不能够投票 不能够在联邦这一级和州的这一级去投票 但是呢 有一个中国的留学生 他呢 就投票了啊 他是在安大堡投票的哈 他当时投票时 他是怎么取得投票资格的呢 这个人是19岁 是一个中国公民 他是合法到美国来的 我不知道是留学 应该是留学来的哈 那当然是就F1签证了 但是呢 他星期日的时候跑去做选民登记 他拿着密西根大学的学生证和其他文件证明说 我是住在这个州的 然后呢 签署了一项声明说自己是美国公民 然后就拿到了投票资格 然后他就去投票点投票了 你是美国公民的话 应该看美国护照 美国的出生证啊 或者是美国规划 就是你如果是外国人的话 入籍宣誓规划的那个那个公民纸 如果你不能拿到这三个东西的话 你没办法证明是美国公民对吧 那可是呢 在密西根 竟然是你只要签个字 声明自己是美国公民 你就是 然后你就可以去投票 他就这么做 他就投票 投完票之后的话 他知道他自己做的是不对的嘛 其实是违法的 然后的话就联系当地的书记员办公室说 我可不可以把我自己的选票撤回来 他实际上真正的 他现在被起诉了啊 是因为说他的这个投票 已经进入了计票系统啊 这已经没有办法撤回了啊 所以说他的这个投票是 统计在本次大选的票数之中了 但是呢 作为非美国公民投票的话 违反了美国的选举法 美国对他进行起诉 谁起诉他呢 就是美国的州务卿Jocelyn Benson 他呢就发表了一个声明啊 他和这个郡的检察官 叫Elly Savitt 就联合发表声明啊 说这个要对这个人进行起诉 起诉的话 可能会被判刑15年啊 甚至可能还加上其他别的罪名的话 可能总计判刑可以达到19年 我之所以非常关注这个案子啊 是因为 这里边反映出密西根州 对于非公民投票 他的监管有多松 其实我觉得 这个学生他可能确实是违反了法律 但是我觉得更大的责任应该是由美国 这个密西根州的州务卿负责 因为美国按照宪法来说的话 选举是州务卿负责 你州务卿在登记选民的时候 连他到底是美国公民怎么去验证 你都不验证 我觉得州务卿应该是负主要责任的 所以我觉得这个 我希望这个案子就打 最好能够打到最高法院 打到最高法院 那个来 这个执行一个什么问题呢 就是做一个什么事情呢 达到一个什么目的呢 就是所有的投票的人 必须要出示你的VoterID 你开车需要VoterID 你买酒买烟 需要VoterID 就是不是VoterID 你开车需要驾照 你这个出去买酒买烟 需要驾照 你住旅馆你需要驾照 你干什么都需要驾照 为什么投票的时候不需要 这是很大的问题嘛 然后的话 要严格的验证 你到底是公民还是非公民 我觉得只有这样的话 大家才会觉得 这个选举 其中的一部分漏洞被堵住了 那当然另外还有一些 就是像投票机 数票的话 是不是需要这个手工计票 再重新验证什么之类的 签名核对等等 那是另外一个问题啊 但是我觉得 一定要杜绝非公民投票 一定要杜绝这种非公民投票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所以有的人 就是把这个违法的留学生 反而视为英雄啊 因为他认为他揭露了这些摇摆州 这种投票政策的漏洞 其实换句话说 就是如果他不主动打电话 说啊 我想把票投票撤回来的话 他第一不会被起诉 第二投票也会被计算在内 这个恰恰反映出美国选举的漏洞的问题 以上呢 就是今天也跟大家聊的话题了 这个最后呢 再提醒大家 就是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 可以去看我们这个会员网上 大明王朝的最新的节目啊 然后另外呢 就是关于秦汉史的整理 大家如果愿意支持的话 我们这边也非常非常的感谢 好了 那么咱们今天聊到这了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如果您觉得我们内容还不错呢 也麻烦您点赞鼓励一下 这个订阅一下 按下小铃铛 传播给更多的朋友 咱们下次节目 再见 我即将在美国华盛顿DC为您现场直级 包括了跟学者专家有 包括连线到美国西部 因为民进党中央党部的执行长王毅川 代表民进党要参访 好好观察这一次美国总统大选 我们即将也要跟他进行连线 要共同见证这一场大选的结果 因为这个结果将攸关 美中台三方的权力洗牌 千万不要错过 11月6号台北时间早上8点 锁定小军TelenPress 也订阅一下 最后请你会在冬天上 也订阅一下 在冬天上 相当中的权力看 也订阅一下 海中文字幕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